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中国现在经济复苏吹起了寒风 所以包括华为苹果虽然相继推出了新品 但是市场对于在中国能不能够掀起换机潮 现在其实是并不看好的 而且根据数据显示 在2022年中国手机总体的出货量年减了22%以上 那么5G手机年减的幅度也是将近两成 中国消费者的换机周期长达43个月 原因就包括了经济复苏不好 还有手机缺乏创新等等 所以都很难勾起新的一波换机潮 而另外在台湾的部分 现在外销出口已经是连续12个月都是负成长 加上台湾前8个月的出口金额 年减的幅度也达到了15.7% 工商协计会理事长吴东亮就表示 由于几个主要的经济体 整体的经济都没有出现强力的复苏 也拉长了整体的库存调整的时间 不排除还会出现连13K 甚至到今年年底之前 恐怕都是会出现衰退的情况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 南台科大财经系助理教授朱岳中 大家好 经理天下特派原业纸娟 大家好 制补产业趋势研究所所长杨胜凡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陈志玲 大家好 我们先请教纸娟 我们说到美国股市在今年以来上涨 整个投机氛围是不是越来越浓 以选择权来看的话 现在履约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一天 甚至是几个小时 是大受散户的欢迎 他们现在觉得说 美股好像是从原本的投资 变成投机 然后感觉好像变成一个赌场的感觉 当然他讲这一段话的背景 他是讲在选择权这件事情上 当然我们知道说选择权 通常是一些比较高手会去 可以说它是一个中性的金融工具 但基本上你要去放大杠杆 来增加你的获利幅度 确实这是一个好用的工具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现在以今年来说 他们每天平均的交易口数 已经是2018年同一时期的两倍 所以第一 数量增加了 第二就像刚斐玉杰您所讲 而且他交易旅游的那个时间 他那个契约的时间 常常他们散户喜欢去做 可能只剩下一天 甚至是几个小时 就要结算的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权 而这类这种时间非常短的这种 其实占了他们的交易 大概三分之一 所以综合两件事情 你说数量增加 交易的口数增加 然后他们选 尤其是散户选择的时间越来越短 综合这两个因素之下 所以大学教授就批评了 他说现在的美股 他们看起来是投机氛围 非常浓厚 他说根本就是一个赌博 他们也说 这样子的一个激增的情况 会让流动性 应该说波动性 股票的波动性会增加 在美股的市场 他们认为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讲说投资投资股票 我们都知道说上半年的美股 我们涨那七家股票 涨那七家的公司 所以你会看到今年 尤其是以科技类股为主 那斯达克指出 今年涨了32% 但是小型股的罗素2000 其实就涨了5.9% 差很多 很悬殊 给大家一个 我之前看到一个报告 我们之前都说做多 但我之前看到一个 做空的报告 他说放空机构 今年上半年如果去放空 这些大型股的话 大型成长股 他们今年亏了1400亿 可是他们去放空小型股的 今年赚了130亿美元 所以说上半年跌的确 就是小型股表现得不好 然后就是涨那些大型股 但是这样的氛围 现在美股认为说 风向转变了 他这边他的说法是 这个是美股的策略 是他的说法 他说现在股市 他认为说商业周期 现在走到了复苏 那就像刚刚讲的 上半年我们涨的 都是成长股大型股 大家认为现在的风向改变 接下来他认为要涨的是 价值股 还有刚刚上半年 被人家放空的这些小型股 他认为有跑赢 大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就是在美股市场 好 再来这个话是在讲说 因为今天晚上 应该说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CPI数字就尘埃落定 大家大概可以开始知道说 现在他们的通膨状况 到底如何 大概也可以去联想说 连准或接下来状况是如何 但不管怎么样 现在市场 就是说商业市场的氛围 以美国来说 他们现在 尤其是中小型企业的 信心指数好像没有原本 想得这么的乐观了 你看到这个是 美国的小型企业的信心指数 已经从四月以来 开始首次出现下降了 OK 然后另外他们追踪 未来六个月的商业状况 的这个状况 他们也是比前一个月 一口气下降了 七个百分别 一口气下降了 七个百分别 好 这个是美国这个状况 对 不过你说美国 中国到底觉得状况比较多 看起来应该还是 中国状况多一点 我记得前几天我看到你说 中国公布新的CPI 然后回到年增 对 转负转正了 他们说什么通缩危机减少 可是我心里想说 震的百分之零点一 那感觉好像就是发烧 四十度降到三十九点八度一样 但还是发烧 是 那种状况 好 那来看一下 这个中国现在的状况 就是这个是路透社 它特别去针对了 七十几位的经济学家 而那个经济学家 有中国境内的 还有境外的一些经济学家 所做的一个最新的调查 要先说这是最新的 他们的预测是 现在中国的GDP认为 今年他们普遍 最多人预测的GDP 经济成长率是5% 那又再比前一次下降 因为前一次是认为 是5.5% 对 那当中这个专家是 他们的说法是说 经济的放缓 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 认为家庭消费恢复的速度 比大家当中想象都还要来得慢 那最主要的原因 他其实也有讲了 因为这个房地产占了 中国人家庭财富 百分之七十都是房地产 那你房地产状况不好的情况下 我家庭的最大一笔的收入 都被卡在那里了 所以这是很难恢复的 其中一个原因 而且其实这个报告当中很有趣 专家当中他们有说 他们认为现在所谓的 新年的失业率 不是官方所说的百分之二十几 专家认为说可能有接近到50%以上 然后再加上这份报告当中 还讲了一句话 他说由于现在地方债台高竹 所以政府没有办法去做 他们以前那一套 以前那套就是 大撒基础建设 就是花钱撒基础建设 但他说现在因为中国官方的 负债问题很严重 所以他没有办法再搞 像以前那一套 所以种种因素加起来 他们就认为说 他那个复苏的速度 其实是慢的 这是经济学家们的说法 那你说管钱 用钱来投票的这些基金经理人们 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 这是美国银行最新针对 全球基金经理人的调查 就发现他们现在正在 大型的撤离新兴市场 尤其是中国 好 而且这有一个很妙的数字 是他们去问这些 用钱投票的基金经理人 问他们说 有没有人会预期说 中国接下来会出现 更强劲的经济成长呢 他说现在最新的数字是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人认为说 接下来会变好 但是同一时期 他们去做调查 在今年二月的时候 那时候有78%的基金经理人 说中国有可能出现 强的经济成长 可是现在这数字是 完全没有 OK 然后现在 而且他们在调查当中 他们也说了 只有15%的基金经理人 认为中国政府 现在所做的这一些 刺激的政策有效 连20%都不到 比例这样的低 所以他们其实还算是 蛮不看好 近期 这些我们上次还在开玩笑说 中国股市有些抗药性 不管你吃什么药给它 它都有抗药性 这种感觉 而且他们还认为说 有可能会引发全球性的 信贷的相关的一些事件 我们要先来看一下 这张照片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百大房企 就是普通一开发商的 一个董事长 然后他竟然直接在媒体 记者会上面直接下跪 为什么会有出现 这样当众下跪的话 这个是北京石榴集团的董事长 他直接当众下跪 那他的说法是什么 他说他现在的合约销售金额 是这样667亿台币 年减了44% 很大的年减不多 但他现在一年之内 要到期的债务 大概是这个数字 但他账面上现在已经 还可以运用的资金 只剩下126亿 其实基本上是有困难的 他说但是就在这样 他们有困难的时候 银行来雨天收散 他说银行要求他 已经要求他要把这个本息 今年要还了所有的本息 通通要直接先入到账户里头 今年要一次要进去 他说如果你现在 没有一次进去的话 他就要把你未来 所有全部贷款 他要你提前到期 而且还不止一间银行 包含其他什么上海银行 这项银行等等 通通都有类似这样的动作 其实那个公司体质是不错的 虽然是百大 所以他就会直接在这个会议上面 直接下跪说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机会 当然也是希望 银行不要雨天收散 希望这个政府可以来帮帮忙 这个就是他们现在 所出现的一个状况 如果我们解读到这个地方 我们常常都会想说 好 我们投资人 我们在看世界情势 说那你也要想想看 你自己接下来要怎么做投资 好 这个是后来接日报他所讲的 他说因为现在有一个状况 就是全球的贸易 已经不那么的全球化了 对 换句话说 现在都是在做一些区域贸易 那这个时候 他说如果这个时候 大家要投资的话 你要投资什么呢 他说你应该要投资 比较是内需为主的那些市场 他说如果是那种商品出口 太多的国家不要去投资 要去找那个商品出口 占他整体GDP低的市场来去投资 他点名的是谁 美国 特别去看了一下 商品出口占美国整体GDP不到10% 所以他选的 第一个他就认为说 现在大家可以前进的是美国 第二名他点出来的是印度 印度现在大概一样 出口商品占他整体GDP 大概12%左右 第三名这边写出来是英国 也大概在15%左右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 如果以现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应该要去往这些国家 来寻找投资机会 好 刚纸娟当我们看到 是在中国大陆目前的一个情况 现在不只是信用卡出现了这个萎缩 而且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 现在也都是下修了中国 在今明两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 不过在最近 我们看到中国的华为 他们推出了这个新款的旗舰机 5G的一个手机 倒是让美国都觉得很震撼 我们要请教朱老师 尤其这一款手机 它特别是有搭载卫星电话的功能 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 所以很多消费者为了要测试一下 我在飞机飞行的途中 为了来打打看这个卫星电话 也造成这个飞安的这个疑虑 是 刚刚纸娟提到说 现在大家对中国经济看起来都很不好 尤其是房地产 可是现在却有一个让中国 又重来希望的就是 华为曾经一度是全球的手机的龙头 算是有单计 那后来这几年 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制裁打压 所以就消声匿迹了一小段时间 结果现在又出来 而且一出来 中国网友超兴奋的 为什么 他说这个手机捅破天 那捅破天原因是因为 它可以连接卫星 其实苹果也曾经说 它要做卫星电话 可是到目前为止 当然什么都没看到 可是中国的卫星电话 是真的出来了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华为这支手机如果以MAN60 Pro来说 它是连接天通一号 如果它后来再出的60 Pro Plus 是连接双卫星 不只是天通一号 连北斗一号 北斗卫星都可以连 但是说这两颗卫星有什么差别 天通一号主要是通信 那北斗其实就像我们在台湾 我们会用GPS 那北斗就比较是偏向这个部分 是传播讯息以及地图等等 可是对中国的使用者来说 你不管它什么 我能够用卫星电话就够嗨了 那当然一定想说 是真卫星假卫星 那你要怎么测试 当然就是到没有讯号的地方 去测什么地方 天空没有讯号 所以中国一大堆网友 就到飞机上 我坐到飞机上到高空 如果正常大家都知道 上去基本上没讯号 真的可以通 真的可以通 那表示说它是真的卫星电话 因为我们知道基地台都在地面 如果它不是卫星电话 一离开基地台太远 一定收不到 甚至还有新疆的牧民 就是牧羊牧牛的牧民 它到那种很偏僻很乡下的地方 发现它真的可以使用 这真的就很厉害了 所以说华为这个动作出来之后 大家都开始想说 中国这个卫星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SpaceX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有这个所谓的猎鹰九号 它特别在哪里 第一个一次可以载非常多卫星升空 第二个它可以重复使用 但是在中国过去 就是传统的发射火箭 一次性上去就像放烟火一样 就不能再重复使用 所以它成本其实非常高的 但是中国你不要以为 它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中国现在的这个天兵科技 它也开始做类似猎鹰九号的 一次可以载60颗卫星 这就有很大差别 因为就统计中国去年全年 一共只发了182颗卫星 可是光信念计划 人家已经四千颗了 你怎么去追得上 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中国以前在设都是一颗一颗 人家现在这样子 所以不就告诉你 中国接下来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好 那这件事情 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中国 现在的另外一件事情 看似没有相关 其实背后有它的蹊跷 什么事情 中国国防部长又不见了 他是有航太背景的吗 对 好 我们先来了解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被揭露 很奇怪 美国驻日大使 注意不是驻中国大使 驻日大使 居然出来说 中国的国防部长不见了 李尚福 不见两个礼拜了吗 可是又有人说了 好 第一个疑问 为什么是驻美国驻日大使 不是美国驻中国大使 大家有人说可能太敏感了 他其实也知道消息 他不敢讲 第二个 刚刚美于说两个礼拜 其实他讲的时候是 九月八号 他上次李尚福露脸是八月二十九号 其实不到两个礼拜 当然你说老师 你这个 差那几天 该有什么差别 注意 因为国防部长 本来就不需要常常露面 他不过一个多礼拜 就不见 不像外交部长一样 对 不过一个多礼拜不见 他就出来讲话了 而且你在看他讲的话 非常的酸 酸什么呢 他说习主席的内阁 现在就像这个小说 重点他的名字叫 无人生还 好酸的一句话 还不是这样子 他就说之前秦刚不见了 然后火炬金指挥 他指的是前一个国防部长 魏凤和 也不见了 现在又李尚福又不见了 所以接下来这句话超级酸的 这场失业大赛 他指的是中国年轻人的失业大赛 跟习近平的内阁 谁比较会赢 谁会失业比较多 他不见为什么引起关注 他又觉得他都是习家军 都是习近平的亲信 所以我们刚刚说了 他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消息出来 而且他明明才一个多礼拜 就由美国注视代表出来讲这件事情 所以中国有政论家出来讲说 其实他们美国应该有掌握一些讯息 只是我放风声出来 看你中国的反应 所以这就很有趣了 我们来了解到李尚福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他的背景 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说的主题有关 他其实从军校毕业之后 他其实都是在卫星部门 尤其是在西安的卫星发射中心主任 他一辈子的军理生活 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 但是他突然突然被拔捉为国防部长 这跟过去历练的国防部长不一样 因为以前中国的国防部长 基本上都要经历过各个军区 就是真的战斗并割 他从来没有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他升官也是超级快 他从少将升中将花了十年时间 这算是正常 可是中将升上将 照理说应该更久 结果他不到三年 大家听这个数字一定无感 我特别去查过中国的军阶受理规定里面 中将升上将是要四年 所以他等于是特别快 对 居然不到三年就升了 原因很简单 习近平提拔 所以你看 魏凤和我们先看到前国防部长 他是什么出身的 他也是火箭军 而且火箭军在中国是一个特殊军 在我们台湾是不是就入海空 但是习近平上来之后 就把火箭军独立为一个军种 那前国防部长魏凤和 就是第一任的火箭军司令 好 那现在魏凤和下来之后 他三月份由李尚服接任 结果他的背景 通通都是跟卫星有关系的 虽然他也在火箭军 当过很短的一段时间 可是现在拉他上来 不就在呼应前面华为的事情 我准备要发展卫星科技 我要找一个专家来 航太方面专场的 航太专场 而且他搞了一辈子都是在搞卫星的 当然要拉拔他来 那怎么看他都是跟着苗红 又是习近平的大后人 习近平才会破例把阻 那现在居然不见了 那什么原因 对 什么原因 好 那这就牵扯到几件事情了 好 那魏凤和不见是什么原因 其实大家都在问 可是就在不久前 中国的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 就已经自己先透露了 他说什么呢 反贪腐的斗争永远在路上 人家明明问你魏凤和去哪里 你答了这句话 反贪腐 你不就此地无影三百两 就说魏凤和就是贪腐了 好 那现在李尚服来了 也是这样吗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吗 好 那这次大家问的是 外交部长毛泥 他就装傻 无法理解你所提及的问题 问题这么清楚 我们就不过就是问你说 他到哪去了 就要拒绝回应 你怎么 对 你不就是摆明 就说我知道我也不会跟你讲 好 那问题就是 他真的会有问题吗 那就牵扯到 他在当国防部长之前 他有做了一个特别的职务 就是军备部的部长 这个部不就是专门 在管各种军备的吗 那现在大家在查 就是往回推 你在之前的职位 你是不是有做了些什么手脚 而且现在传出来 也是中国的争论家讲 现在中国已经下令在彻查 就刚刚我们说的 中国的这个军备部 往回查六年 六年正好是他上任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往前推更久 那个时间还蛮敏感的 因为在更早之前 那个军备部部长叫张又霞 张又霞是习近平的铁杆兄弟 不去动他 只敢查到前六年 对 只敢查到他 六年到他 那我就告诉你 这里面真的还有很多的猫腻 好 刚刚朱老师 但我们看到的是 这个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 现在传出已经失踪 一两个礼拜的一个时间 不过刚刚也有特别提到 为什么会找他呢 主要是因为这个中国大陆 也希望发展低轨卫星群 不过我们说到中国 现在这个经济出现引诱 有不少投资人 接着就把印度是视为新中国 以苹果iPhone来讲 我们要请教智琳 过去在印度组装的 通常都是一些比较旧款的机种 就连在去年的iPhone14 也只有很少量 但是在今年真的是史无前例 他们最新要发表的iPhone15的新手机 竟然是同步就发表了 在印度组装的iPhone 根据彭博社的报导 就是说过去苹果发完新机 然后我们可以拿到第一批的货 几乎全部都是中国的 这一次苹果发表会之后 如果你要买iPhone的果粉们 你可以拿到之后 背后看一下是不是印度制造 这个一个大家看起来 这好像一个小事情 但是其实它会隐藏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投资商机 因为这一次的一个印度 它非常有可能会取代中国 变成一个世界工厂 从这个经济的一个相关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印度过去这个八年的一个 制造业的一个年复合成长率 高达17% 你按照这个复利的效果下去的话 那其实是取代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地位 是非常有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美中都在做对抗 那美中对抗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个手机的部分 来看一下说 为什么现在这个印度开始做崛起 从政治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 印度的手机什么时候超越越南的 就是在2018年 那2018年那个时候是什么事情 就是刚好打中美贸易战的时候 对 那就是因为这个政治的一个因素 所以现在整个印度的一个 手机的一个生产的 这个数量开始往上 那现在在这个地方 很有可能接下来会一个 快速性的一个上去 我们国内的这个电子时报的 一个预测来讲的话 也提到到2027年 它可能要跳到40%到50% 就几乎占了快一半了 对 没有错 因为这个是政治因素 像过去这个中国 美国去打压日本 也是一样意思 因为现在就是中国已经对 美国造成威胁了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说 除了这样做之外 那要有赚钱 这些厂商才会愿意去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印度本身的一个消费 我们可以呼应 刚刚那个子娟所讲的 你现在要投资 你要找这个内需够庞大的 那印度人口是非常的多 所以你从现在这个印度 去买一个iPhone手机 过去大家都觉得印度好像 没有什么钱 iPhone手机一支其实蛮贵的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在 iPhone在印度的一个销售量 其实是很明显的往上 目前来讲 成长速度很快 成长速度非常快 而且其实现在 第二季的苹果财报公告 在印度的销售量 大概占整体4% 现在来讲 未来五年预估大概会到15% 其实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现在中国的手机占整个苹果的 这个iPhone手机的营收 也大概19%而已 所以如果未来五年 要追上去的话 这个幅度是非常大 那你看到现在中国 因为这个国内的政治因素的关系 大家都开始买国货了 所以苹果的销量 其实也开始在往下走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下一张的一个 中国的这个金融市场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是不是这个中国的 世界工厂会被取代 感觉在股市方面好像也是 有点此小逼 因为印度股市一直都被看好 高生说他的这个多头 还会持续旺下去 是 因为你看 从金融市场来反映的话 可以很明显看到 其实现在这个中国股市 最近这几年 几乎就是在这个盘整区间 但是你看到印度股市 基本上是现在的 慢慢的在往上创新 那在这个地方 我想投资朋友 我想说 这个位置的印度 还能够投资吗 其实我这里要先给大家 说一下我的看法 原因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苹果的手机 第一次让这个印度首发 那大家记不记得 当时这个苹果什么时候 进入中国市场的 就在2007年的时候 所以其实现在的印度股市 你虽然看它创新高 但是我认为印度 其实只是在这个位置而已 因为在2007年 当时开始开卖 苹果手机之后 那你知道吗 你如果要在一个地方 可以开始生产苹果手机 要多少的供应链 跟基础建设进去 所以这些钱砸下去之后 你看到中国股市 当时出现了 这一波的一个爆发期 所以其实大家不要看看 现在印度股市 好像还刚创新高很贵 其实现在的看法 很多人看法都是认为 其实印度股市 只是在这个位置而已 接下来还有很大成长空间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说整个目前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经济的一个高盛的一个预估 大家可以看到 为什么大家会这么看 其实从人口的红利 如果接下来大家要投资基金 人口红利基本上就是一个 基本的赚钱密码 因为刚刚你已经看到 中国股市爆喷那一段 那个时候也是因为 中国有这个人口的红利 那现在最新的一个 人口的预估来讲的话 就刚好在今年 目前印度跟中国的人口 刚好出现了一个黄金交叉 就是目前的印度人口 是超越过它 绿色这一条是印度的 对 那既然人口这么多 我们之前金灵天下节目 也有跟大家分析过 印度的一个结构 它大概有6%都是劳动人口 而且1%都是年轻人 所以如何让这些年轻人 有工作开始有钱去消费 那到时候的这个印度股市 就会非常有这个机会 整个高盛来讲也预估说 到明年的EPS的成长 可以来到17% 现在大家这个经济预估 都是几%而已 都是一点点而已 竟然可以明显的这么高 所以这个就是要告诉大家 印度接下来的一个投资 非常有潜力 那大家有想说 那可以有什么好的个股推荐吗 其实我们这边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印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 一个职场的文化 大家要非常的清楚 跟印度人做生意 或者是在印度工作 没有错 因为印度来讲的话 他其实有这些很特殊的现象 如果你要去买个股的话 大家记不记得 大概在2020年 当时伪创有在印度有工厂 但是因为发生的暴动 被砸了东西之后 他就是决定不投资印度 也把这个厂卖给力讯 其实就是跟这些的一个 职场文化有关系 第一个 这个交货期非常的长 就是你跟他交代的事情 他都不会在时间内完成 可能时间有时候会拖延这样子 没有错 而且他也是 你就算付了钱 包括你遇到一些 诈欺的事件 你如果说遇到诈欺 报警 警察还会怀疑 你找这个证人的话 他还不太相信证人 这个地方还有个很特殊的 叫做硬式杀价 什么叫做硬式杀价呢 就是如果我们要买一个东西 来讲的话 一个是五块钱 十个是五十块 他就会问你说 那你可以打个折吗 如果我买十个的话 那你跟他说 那我卖你四十块好了 他最后会告诉你说 那我只愿意用四块钱 跟你买一个 就是 他就反推回 用总价去反推回 没有错 他就是认为你还有赚吗 所以基于这些的问题 就是要告诉投资朋友 如果你要挑选一些个股 像有些说 鸿海在印度有设厂 去买鸿海好不好 其实我认为 你要操作的话 我们选择基金会比较安全 因为这里选个股的风险 实在太大了 那我们这边就用 这个夏普指标 来帮大家选一些基金的部分 夏普指标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波动度可以低 但是报酬率高 所以这个夏普指标 越高越好 那我们这里帮大家挑一下 就是说 这些的一个基金 就是夏普指标 相对上是排名 整个印度基金里面不错的 那基金的一个平等 也是大概四颗星以上的 所以分别有这些的基金 所以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想要投资这个印度的话 你也可以透过夏普指标 来找一个这个区域型的基金 去做投资 好 刚刚这铃铛 我们看到是印度 现在经济崛起 所以在先前连辉达 执行长黄仁勋 都特地到印度 他去拜会印度总理莫迪 探讨的是印度接下来 AI在发展的一个潜力 不过我们说到AI的应用 现在也是越来越广泛 要请教Simon 现在所谓生成式AI 还可以跟制药来做结合 没错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一个Google的前高管 对 好像没什么感觉 但是他真的非常厉害 他在2017年的时候 他做的那个Transformer的models 其实就是我们现在 生成式AI的前驱 然后陆续他在Google做的 是在所谓的Deep Mind 他可以准确的预测 把那个蛋白质 已知的蛋白质做分解 所以他其实是在Google里面 非常资深而且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物 但是他为了要发展 生成式AI跟制药 所以他辞掉了高型的工作 是 没错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是所谓的Exceptive 他其实这间公司 那我们也知道 灰达是大厂 对 所以他马上看到说 哇 这个真的有搞投 尤其是结合他现在的GPU 尤其生成式AI 这非常好 所以他就陆续投了三家 那当然他特别看好他 因为他做的是所谓的 MRNA 序列的AI平台 就是我们之前打的疫苗 那些其实都是这样做来的 所以他投了一亿美元 那重要是为什么 现在是一个时机点 我们都知道说 生成式AI 主要就是你要有数据 那你要有一个model 然后你要运算速度够快 在GPU 对 没错 然后生成的 生子的所谓的生成式AI的模型 主要是我们常常说 你临床文献到底之前治疗了 有没有用 很多的文献 然后我们的基因 现在也大部分被分解出来 知道有哪些 然后临床的试验设计 还有包含小分子的特性数据 所以这些都是数据 以前你有数据你也没用 你还有一个好的model 所以他就可以分析 又要够快 所以现在刚好是一个时机点 而且我们可以看 在整个制药的过程之中 大概你正常来讲 你大概要做到10年以上 时间很长 对 你的药物要发现 然后你又要做临床的研究阶段 然后又要做临床的研究 一二三期 最后你要上市 等到上市审核的阶段 这个一连串下来 要高于10年 而且平均的成本是10亿美元 甚至我们现在有发现 是高达27亿美元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需要时间跟金钱 然后更重要 它很麻烦 它一开始的时候 它可能有候选的药物分子 有五百万种 然后你要收敛 变一千个 然后你要再收敛 五百万变一千个 一千个变五个 你才能去做临床实验 临床实验做后 可能只有一个被许可 从五百万挑出一个 对 所以我们就说 其实我们叫做生物分子的生成式AI 现在其实是我们认为新药物 治疗方式的革命的工具 所以整体来讲 它可以缩时间 还有可以缩成本 我们可以看下一页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 NVIDIA也有投的 Recruiting这一个公司 它有算过光药物的设计效益 成本就少了二分之一 时间就少了三分之一 仅剩三分之一 所以少了三分之二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 本来十年 十年以上的时间 可能变成三年或四年就可以 如果加临床稍微要久一点 可能大概五年左右 甚至再稍微久一点就可以 所以它可以把前期的时间 其实两年的时间 缩短到几个月 就可以去做了 而且因为你有准 所以你后面的时间 又可以缩短 所以我们认为 它现在就是看到这个新的商机 NVIDIA也看到 所以就去做 然后投资人也看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2015年的时候 其实才22亿左右 可是到去年的时候 已经高达593亿 全部都是投在相关 AI的药物 设备相关的 尤其是在我们疫情的阶段 全部都觉得说 这个东西其实是最有效 最好的 所以大家就在积极的投入 在这个地方 然后现在看得到的商机 第一个所谓的AI辅助药物的一个规模 大概从2022年 大概是6亿 到未来的5年 2027年可以成长6倍以上 可以到40亿 年复合成长率45%以上 这个只是AI辅助药物 那更重要的是 你看刚才这个recruition的 一颗脑癌的药 它加速时间做出来又 它是500亿美元的商机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工具 可是后面延伸的一个药的商机 其实更大 所以大家就在看到说 可以降低成本 开发时间 降低失败率 所以是一个非常大数据中 刚好透过生成师AI 可以创造了一个新的方式 创新了发 没错 那台湾其实也不弱人 其实台湾这边来讲的话 它有包含像AI平台也做 这叫AI平台 我们知道是高雄的四个 而且是大医院 高龙这些的 然后台湾的所谓的AI的Lab 他们一起合作 这叫AI平台 所以这些的医院 可以透过这AI的平台 去创造一些新的药物 新的治疗方式 那另外的话 AI制药这边 包含像安宏的神医 他就是去专攻 所谓的一个 蛋白质的降解药物 那现在他有相关的 AI的一个药物的设计平台 然后分子制药的话 他是AI的一个 设计药物的辅助公司 而且现在也有国内的 十几家的生机制药 其实也开始采用 那最后的话 我们谈到是AI的医疗 AI的医疗包含像 常加的智能 其实他是做 比如说抗癌的AI 他去做辅助分析 说哪些可能有癌 那这个AI的 相关的医财症 在美国这边 其实也有九项 那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就是像宏肌的治医 他是AI的糖尿病 视网膜的一个病变 那他大概三秒钟 就可以诊涉出来 所以台湾很多人也在用 而且准确率也非常高 最后的话 像镜宏的一个科技 其实他也做 所谓的数位五官镜 跟AI的辅助诊疗 所以整体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全球这个会以后 生成式AI会封在医疗这个领域 那台湾其实也不落人厚 刚刚三分代我们看到的是 其实现在生成式AI 如果运用在制药的话 已经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了 而且他背后的商机 可以说是非常的庞大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注 台股在今天陷入震荡 不过在盘面上表现 最为亮眼的就是 汽车零组件的族群了 尤其是提威西 在今天爆量 而且攻上了19年的新高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了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